大家好,欢迎来到故事有料频道 今天我要给大家讲述一个发生在大学里的故事 在大学的时光里,寝室的黄姑娘在参加社团课时 邂逅了另一个系的男生小高 小高对黄姑娘一见倾心 学生人武时,小高紧握着黄姑娘的手,不愿松开 此后,小高展开了热烈的追求 死缠烂的,黄姑娘最终答应与她交往 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她们开心地交往着 具体细节旁人无从知晓 有一天,黄姑娘和小高心血来潮 组了个局,邀请各自寝室的小伙伴来了一场联谊 当天大家尽情吃喝,热闹非凡 饭局结束后,小高告诉黄姑娘 她寝室的兄弟小张对我们的姐妹黄姑娘先声爱慕 黄姑娘再寝室一说 才发现黄姑娘对小张以心怀好感 于是一拍即合 黄姑娘和小高便当起红娘 为小张和黄姑娘制造机会满场这位 其实,这种帮忙一次就足够了 只可惜当时大家都还年轻 忽略了人性的复杂 次数多了,狗血的事情便发生了 一天,寝室的姐妹梯在外出回来的路上 无意间撞见了小张和黄姑娘的好事 然后大家避开黄姑娘 商量该如何处理这件事 最终得出的结论是必须告诉黄姑娘 不能让她一直被蒙在鼓里 更狗血的事情接踵而至 黄姑娘得知此事后 毫不犹豫地跟小张摊牌 果断而干脆地分了手 尽管我们都知道黄姑娘是真心喜欢小张 但她也有自己的骄傲 而狗血的黄姑娘却像个没事人一样 彭弗她没有做错任何事 没有丝毫的愧疚之情 依然在黄姑娘面前晃悠 甚至还炫耀 另一位受害者小刚据说因为此事 还闹过自杀 毕竟这是她的初恋 而且用情极深 这种背叛不仅是感情上的伤害 更是对人格的侮辱 第一号 小张和黄姑娘也没有走到一起 终究是一场狗血的闹剧